前日医务卫生局长卢崇牧才说 正在考虑要求使用安心出行的人 需要实名登记 又说内地的红黄绿健康码是其中一个考虑方向 内地省市和澳门现在都是采用实名制健康码 如果市民被界定为高风险的话 行动就会受到限制 局长的行动相当迅速 昨天上周在两个电台节目 包括在我们台的节目 再解释他的概念 接着在疫情记者会上已经披露更多的细节 进一步透露安心出行应用程式 是要引入实名制 以及引入红黄马的安排 这个说法 今早特首李家超 在开行政会议之前 见记者那时都确实了 即是说这个新措施是事在必行的 但是具体的详情还未公布 包括安心出行引入红黄马的实施时间表 卢宠谱就只是说越快越好 他解释这个是为了要扭转疫情 当局是需要精准防疫 建议在安心程式那里加设这个红黄马 核酸检测阳性的 就会列为红黄 是不能够离开厨所的 这就是为了方便和优法家居隔离的安排 使得那些符合条件的确诊者 能够在多一重的保障措施之下 可以留在家里进行隔离 我相信这一点 在社会就不会有什么大的争议 截止到前日为止 都已经是有12,419个确诊者 是接受着居家检疫的 这些都是已经是确诊的 是真真正正带有病毒的 所以是不应该在社会上 是继续有一些活动的 局长又说由今个星期五 即是7月15号开始 就会要求居家隔离确诊的人士 是要带上电子手环 来确保他们是不会离开自己家的范围 审环和红马配合 就可以更精准做到居家隔离 局长又解释 为什么要加红马进去 因为电子手环你可以拆掉 所以认为多度防线比较稳定 不过说真的 如果确诊者真的要刻意为规 即使加红马这道防线 他们都会想到办法出来 去违规 例如去商场 到处走走的活动 大部分商场都没有人手 去检视进来的人 是有没有掃这个安心出行的 除非在执法方面 是加强力度的 局长都一向很强调数据的重要性 说是会以数据说话 大家自然就会问 现在他所谈及的安心出行 实名制 和引入红马这些新措施 有什么数据支持 例如是否当局是掌握到 居家确诊者偷走的数目 认为是需要多层措施的介入 来防止这个现象持续发生 老宠谋没有一个正面的回答 他都说得通 你说要偷走 他说偷走是什么意思 没有人知道的数目 现在确实是没有精准的方法 去限制这些人违反隔离令 这样是会危害我们的社区 危害到我们的市民的健康 至于黄马 局长和特首都有解释 这个黄马只会针对海外抵港人士 为什么要有一个针对性的措施 因为政府要考虑缩短酒店检疫的日数 初步计划在完成酒店检疫期 接受居家健康监察的海外抵港人士 用黄马作为健康监察 点对点管理可以让黄马人士继续工作和上学等等的活动 但就防止他们去医院、院舍等高风险场所 和防止他们参与除口债的活动 但暂时不会影响他们承搭交通工具 缩短检疫日数在酒店检疫日数的建议 应该是建基于Omicron变种病毒较短的潜伏期 因此坊间就有质疑 这个黄马措施是否真的需要 现时外防输入最高风险是来自家庭传播 新冠染者传给密切接触者再传到社区 但健康马是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 加上黄马的人士仍然可以外出 只是限制他们不可以进入高风险厨所 是否真的能够减低病毒传播的风险呢 如果当他们这班人离开检疫酒店的时候 是仍然都有这个风险的话 当然是这样 点对点都可以在搭车的时候 传给司机在工作的地点都可以传播出去 黄马似乎就没办法取代到检疫的功能 我相信大家都明白 措施对防控疫情 怎样都好 或多或少都会有些帮助的 做得越多 一定是帮助到减少一些流动 但有时候都可能需要平衡一下 市民心目中的担忧和疑累 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其中一个就是私隐问题 安心出行实名制 真的有这个需要吗 如果针对的是确诊者 因为要被红马他们 和外地抵港人士 因为要被红马他们 他们的资料政府已经有了 又有些什么需要知道 其他人士的资料 还要将这些资料 融入到安心出行 应用程式之内 一旦实行实名制 但是承担商在设计了程式之后 是怎样可以确保这些资料的保密措施是可及 政府会怎样跟进 实名制推出之后 将有更多的资料是会储存在第三方的侍服器 一旦发生了个人资料外洩 一旦发生了个人资料外洩 要多加解释 为何没有其他方案可以替代健康码这个做法 当局基于现有的疫苗通的安排 其实都做到 任何人一旦确诊 但可以暂时停用他的疫苗通 与此同时 扩大更多的处所主动查疫苗通 限制相关的人等出入这些指定处所 这样不是能够做到同样的效果吗 部分市民有忧虑是可以理解的 内地河南当局早前就是利用了防疫的手段 限制银行存户自由出行 将存户的健康码变了做红码 防止他们走去维权 如果健康码一定要上码的话 政府最好都是能够 有一些明文的保证 真是白纸黑纸 那来确保健康码 是不会用于涉及政治 和维持公共秩序等等的执法用途 这样大家都可以安心点 千万不要说过就算 有朋友就最好 还有进行了实名制之后 会不会加入追踪功能呢 因为先前已经有传媒指出 现在的应用程式其实是可以加追踪功能的 盧重博强调金超特首都有说的 安心出行 政府的信任程度很不幸 仍然处于一个低位 当局应该是大力一点再去解释一下 整个系统是怎样运作 争取市民的信任 不过可惜到目前为止 真的很多细节我们都还未知道 例如你怎样划定人群和执行的细节 红黄马或者红黄绿马 现在是没有绿 具体的定义是分别在哪里 接触者和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 是不是将来都会是属于黄马的呢 会不会将黄马扩展到这个地步呢 曾经到访公告罕明的处所的人 又会不会列为黄马呢 当局会怎样去限制持有黄马 或者红马的人进入受限制处所的呢 例如现在只需要被动形式 诉安心出行的商场又会怎样处理呢 如果有市民怀疑自己被错误定为黄马 有没有申诉途径 谁的决定才是最终的裁决 虽然今天已经说了安心出行 是不会加入追踪功能 局方会不会承诺 愿不愿意承诺日后都不会呢 这些细节才能够有了 才能安定到忧虑的市民 但是现在当局只是告诉我们 一定会这样做 这次就要看一看 经过完善选举制度之后 产生的立法会 他能够有多有效感 提出一部分市民这些心中的忧虑 王先生 网民问 查理的药液都见效了 那为何还要做疗程呢 用完药液有效果 再做疗程 效果更显压 即是有名贵家具 都要开到门才能进去的 头发的事 就是发在身的本事 你施做免费疗程 你就体会到 疗程是很有针对性 更深入帮到你 我是李健欣 外科专科医生 我是何耀辉医生 我是郑敏乐医生 是外科专科医生 做医护都是想帮别人 但是很多时候 因为工作了很多长时间 有很多其他的关注 有些同时可能 都有机会忙或疏忽了 医者心其实只是最基本 就是想救治每一个病人 教育和研究都非常重要 为何呢 因为在教育方面 仰华医院的李树芬医生 都曾经说过 教一个医生 是更胜过去拯救十个人的性命 因为我们一对手 做的手术有限 拯救的人的数量有限 但如果我们可以教识十个 一百个甚至乎一千个医生 或者医护人员 去用我们的方法去拯救生命 其实这个意义就更加大 可以帮到更加多的人 除了这本书之外 有很多教导式的成份 有些是经验 有些是文献 有些案件是分享给大家 好的案件是怎样教 可以学习到 不好的案件 大家都可以引之为鉴 不要学 我们之前在社区 譬如我们做一些创伤的课程 做一个引入美国科医学院的 一个止血课程 去教譬如普罗大众 一些中学生 甚至乎小学生来说 或者在社区中心 去搞一些老人家 一些止血的技巧 这个课程 我们就继续持之以行去做 外国的学者 那些同事 如何处理病人 我也学到很多东西 所以我们也请了他们 帮我们写有几课的书 例如我请了日本人 如何用微創的方法 要止血 请了南非医生 他们是非洲人 但是他们对于创伤的投入 他们的知识 他们的学问 都很严重 我们来到7月16日 就会有一个新书发布会 我们亦有一个网上直播 到时我们将书的内容 深刻展出 这样介绍给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